第1369集 今天谢谢你了 李如看着叶好轩 李经理 名人不说暗话 叶好轩微微一笑 如果没错的话 今天的事情 就是你私事的一个小小的手段吧 你不想让他骚扰你 所以就拉我做挡箭牌 不,不是这样的 李如有些难为情地低下头 不过你也没有想到 梁绍伯那混蛋 居然会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他竟然会和你撕破了脸皮 叶好轩小呵呵地说 希望你能理解一下 李如顿了顿 既然叶好轩识破了 那他也就不否认了 索性承认了这件事情 那就是了 行,不愧是混迹商场多年的人 这种手段简直就是信手拈来 不错啊,真的不错呀 叶好轩点头道 你来粮食 也是有其他的目的吧 气掉叶好轩的这句话 让李如有些不满了 他淡淡地说 有什么手段 我的手段比起你来 怕是要入伤不少吧 你想干什么 叶好轩瞟了一眼李如 越是和这个女人接触 他越是感觉这个女人有些不一般 他身上一定隐藏着一些秘密 我想知道 你来这里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接近裴山 他目光如炬地看着叶好轩 你这么费尽心机 是为了什么 你想知道 叶好轩笑了 你不愿意说 我也不强求 我知道 以你的能力 在粮食做一名保镖 简直是取材 我也知道 在粮食 没有人会控制得了你 李如笑了 他凑近叶好轩的耳朵道 但我希望 我能控制得了你 你想控制我 叶好轩笑了 他淡淡地说 看来你的控制欲很强啊 我从来没有失败过 有些时候 有些目的我没有达到的话 我会睡不着 叶无常 你是我看上的人 李如盯着叶好轩 但是你拒绝了我 拜托 你这样说会让人误会的 叶好轩无语地说 你不是看上我的人了 你是看上我的能力了 就因为这个 你想控制我 我知道你进入粮食 有其他的目的 而且现在的粮食 不是以前的粮食 李如笑了 我只是想在粮食以后 有危难的时候 多一份自保的能力 或者说是多一个靠山罢了 就因为这个 你想控制我 如果我不想让你控制他 叶好轩反问道 那不好意思 李如笑了 你来这里 想接近裴山的目的 不会打当 而且还有可能会泄露 是吗 叶好轩笑了 他突然反手 一把将李如按到墙上 然后叶好轩一只手 顺手放在了 李如的大腿上 然后顺着他的裙子 向上游走 你想干什么 李如的脸瞬间通火 他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叶好轩的那只手 紧紧地贴着自己 让他有种异样的感觉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胡同 现在这个点 家家户户都闭着门 所以就算想在这里 做些什么 多半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干什么 叶好轩笑了 他扶在李如的耳边 轻声道 一男一女 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能做什么呢 你敢 放开我 李如感觉身体都要软了 他对叶好轩立声道 你敢动我一下 我会让你后悔 我的李大经理 你这种威胁对我来说 可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叶好轩笑呵呵地说 每个人都会有秘密的 你说是吧 我有我的秘密 也有你的秘密 我们大家相互地保守 精水不犯河水 多好了 可你偏偏要打破这种局面 这样的话 就不好玩了 你想干什么 我没有秘密 李如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 他努力地 想让自己镇定下来 但是他却发现 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叶好轩就好像是一个对女人 有着致命吸引力的男人一般 自己在他的眼前 根本没有一点控制力 他的手肆无忌惮地 在自己的身上游走着 虽然他本能地想推开叶好轩的手 但是他偏偏又对这种感觉无法抗拒 一个心机如此深的女人 没有秘密 你说的这些谎言 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 让我猜猜 你有什么秘密 梁氏集团 是一个不错的集团 而你的好朋友好闺蜜 又是这里的一把手 他对你很信任 而你却是在为别人工作 胡说 你闭嘴 你在胡说 李易如的脸瞬间变了 哦 我还没有说完呢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如果没错的话 你工作的对象 一定是对梁氏集团现在的实力 寄予已久 而你 就是一个商业间谍 你 你不要胡说 没有这种事情 叶无常 你放开我好吗 我们两个不该是这样的 你放开我 我们以后井水不放河水 李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终于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他镇定地对叶好宣说 哦 现在知道我们两个 要井水不放河水了 哼 叶好轩笑了 他松开了李如 顺手在他高耸的地方拍了一把 早点这样说 我也不会这样占你的便宜嘛 李如整理好了自己的衣服 他的脸上还有着一丝嘲火 刚刚叶好轩带给他的刺激与冲动 现在还没有完全地消失 叶好轩的手离开他身体的时候 他反而感觉到身体像是被抽空了一般 他居然盼着叶好轩继续下去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 他的脸便涨得通红 他努力地摇头 把这个想法从他的脑袋里面剔除出去 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呢 他一个高高在上 向来对男人不屑的女人 怎么会有这种羞耻的想法 以后的话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叶好轩微微一笑 你做你的事情 我做我的事情 我们两个互不相欠 不要想着控制我 一个看起来再友善的男人 在他的心里 一定也藏着一只狼 如果你玩得过火了 那只狼会冲出来 把你给一口吞下去的 叶好轩警告地瞥了一眼这个女人 然后转身离开 留下了一脸呆滞的李如 愣在当场 王八蛋 我会让你为你今天所做出的事情后悔 我也会让你付出十倍的代价的 李如几乎是吼出来的 刚刚离开的叶好轩 听到李如愤怒的吼声 她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这个女人 像是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一般 以后对她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 不然的话 她极有可能会从暗地里扑出来 把她给吞下去 护城中心医院高级VIP的病房里 梁佩山忙完了手头的事情 她又匆匆地赶了回来 看着大伯清醒了过来 她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和医生交流了几句 得知大伯的身体无碍 她这才算是彻底地放下心来 只是大伯一直呆呆地坐在当场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她就好像是一个木头人一样 她能动 能吃饭 能睡觉 但她就是一动也不动 不和任何人交流 大伯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当年为什么不辞而别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梁佩山试着问了几句 但是老人的双眼浑浊 她根本没有一点反应 对于梁佩山急切想知道的问题 她一无所知 大伯 你倒是说话呀 为什么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梁佩山摇了摇她 老人还是一言不发 任由梁佩山在一边 焦急地问着 只有问的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她才默然地摇摇头 去 把业务场给我叫来 梁佩山站起来道 是小姐 岳佩奇是梁佩山的助理 和她几乎是形影不离的 她站起来走了出去 然后 刚刚才出去没走多远的叶浩轩又被拉了回来 岳佩奇面无表情地开着车 对于身边的这个男人 他是没有一点好感 原因就是几天前的面试上 这混蛋让自己出了个丑 虽然这件事情并不是叶浩轩的原因 但毕竟当着大家的面直接道出这种事 这让她心里始终是耿耿于怀 我说梁总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你倒是说说呀 叶浩轩看着面无表情的岳佩奇 她也很是无语 其实她清楚 梁佩山找她回去 为的就是她大伯的病情 但是看到这个女人绷着脸一言不发的样子 叶浩轩还是感觉到有些淡疼 拜托呀 别这样像一个木头人一样 没意思 到了你就知道了 岳佩奇冷冰冰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然后她只是一言不发地开车 对叶浩轩爱理不理的 我知道明儿市的那天 我不该那样说出来 可这真的不怪我 是你要考验一下我的医术的 所以我 闭嘴 你再说 信不信我把你从这里赶下去 岳佩奇几乎要暴怒了 她手抖了一下 差点把车给开到一边的沟里去 行行行 我不说了 我不提那天的事情了 大姐 你得好好地开车呀 你要知道 两条人命在你的手里握着呢 叶浩轩吓了一跳 这女人的反应太大了 岳佩奇狠狠地瞪了叶浩轩一眼 这才打正了方向盘 继续向前 不紧不满地开了起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叶浩轩又开口 你的问题真的得看看了 你还年轻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时间长 会绝经的 你 岳佩奇本能地想发火 但是想想 叶浩轩说这话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所以她还是忍下了这口气了 那能怎么办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的问题 惊奇不准 而且痛经痛起来十分厉害 我也看了不少地方 没有笑过 他们没有办法 我不一定也没有啊 叶浩轩黑黑地一笑 你有什么办法 岳佩奇一愣 他这才想起来 叶浩轩可是能治好老总大伯脑流的人呢 他的医术真心厉害 虽然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方法 但是病人的病确确实实地是好了 方法多的是 你的这种情况 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叫个事 不过 我看病可是收诊金的呀 你有多少钱 说 岳佩奇无语地翻了一下白眼 作为粮食集团老总的助理 他虽然不是大富大贵那种 但至少他也不是缺钱的那种人 这小子简直就是贪得无厌 我不要钱 叶浩轩黑黑一笑 那你要什么 岳佩奇瞪了叶浩轩一眼 他仿佛感受到了叶浩轩 那不怀好意的目光 我要 说到这里 叶浩轩的声音突然顿住了 而岳佩奇 明显地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威压 从叶浩轩的身上传了出来 他不由地吃了一惊 脱口而出 怎么了 后面 貌似有车跟着我们呢 叶浩轩盯着后视镜淡淡地说 通过昏黄的路灯 岳佩奇看到身后有四辆别克轿车紧紧地跟着他们 而且这四辆车的车型 是要把自己的车给锁在中间的节奏 岳佩奇开的是梁佩山的车 这辆是定制班的宾里 号称是除了总统之外最安全的作家 当然 速度也是快的吓人 那怎么办 岳佩奇有些慌了 没事 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继续向前开就是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岳佩奇点头 他猛地一踩油门 汽车迅速地加速向前冲去 虽然他的车技不好 但毕竟车子的速度占优势 而且夜间这条路上的车不多 所以他便加速前行 一见前面的车加速了 后面的几辆车也开始加速了起来 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发现了 几辆车同时加速 向着这辆兵力包抄了过来 女司机开车 技术肯定是一般的 更何况身后的这几辆车的司机 一个个的都是高手 很快 他们就包抄了上来 四辆车前后围着 把这辆汽车给围了起来 然后逼停了车 下车吧 叶浩轩无奈地说 你们老总为什么不换磁悬服呢 要不一个飞跃就升空了 哪里还轮得到他们这些车来逼停呢 不用下车 这是我们梁总的作家 号称能和总统作家媲美的汽车 我们只要不下车 待在车里面就是安全的 你是不是傻呀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看着岳佩奇 你傻 你才傻 你全家都傻 虽然情况有些紧急 但是岳佩奇还是怒了 这家伙触动了他的逆脸 开玩笑 从小他的智商都要高出统领人的好不好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待在梁佩山的身边做助理了 要知道 助理除非是信任的人才能做的 你看 事实胜于雄辩 叶浩轩突然站起 从副驾驶窜过来 一把将岳佩奇压到了身子底下 岳佩奇的怒火在这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他居然 他居然被这个男人给扑倒了 在叶浩轩扑倒他的瞬间 轰的一声响 汽车的后车厢被一股气浪高高的冲击起 然后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当陈烟散尽的时候 后车门已经消失不见了 怎么样 是让我们请你们出来 还是你们自己走出来 一个戴着面罩的男人 细学地看着两个人 不用劳驾您了 我自己走出来就是了 叶浩轩笑了笑 他直起了身子 拉起惊魂未定的岳佩奇 然后打开了车门走了出去 没事吧 叶浩轩看了岳佩奇一眼 没 没事 岳佩奇摇摇头 刚才的震动让他的脑袋有些发晕 不过这只是轻微的 片刻以后变好了 他跟着叶浩轩走下了车 我就说嘛 梁佩山那妞 是不可能让自己落单的 看来果然是这样 这是一招空城计呀 为首的那个面具 难看到里面走出来的两个人 他不由地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